我們進到簡報第18頁之後來跟老師介紹一下 就是這個Google Classroom 那麼原則上他沒有辦法跨網域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要用學校的那個Google帳號 那就是同學一定要學校的這個Google信箱 學校Google信箱那老師也是要有 雖然他一般的Gmail也可以加進去喔 但是呢很麻煩 因為所有的權限預設都是只針對這個網域的 您必須要針對那個Gmail帳號來個別開很多權限 所以還是以同一個網域會比較方便喔 好那這個裡面呢一樣他還是有一些資源 有一些教學的資源您就可以參考 那麼您從上面這個地方簡報第18頁這裡 您可以把Google Classroom打開 打開之後就可以進來 那麼如果呢您已經有登錄Google帳號了 其實您也可以從右上角這裡去找到下面這邊會有更多 原則上您有登錄應該在這邊就看到 如果沒有登錄可能要到更多才會看到 好那我先登錄一下學校的信箱 我現在已經登錄好學校信箱喔 好那您可以看一下就是在這邊 右上角這裡有沒有 往下就會看到Google Classroom 您這樣就可以打開 但是麻煩老師記得一件事情 有些老師有用過的不會有這個問題 但是如果你沒用過的 請你注意看一下簡報這裡 一定要選你是老師喔好嗎 前兩個禮拜有老師就寫我是學生 很抱歉你永遠都是學生的 不得翻身 就是不能建立課程 只能加入課程 好因為這個選錯了就是要由管理者那邊幫您重新修改一下 這樣了解請老師認清楚自己的身份 好這個稍微注意一下 再來就是像這個Google Classroom的話 這個是我們家小朋友國中的 他們就是每一個科別都有建立一個Google Classroom的 那我昨天再進去看一下他們也有15個課程是在上面的 好那用這種方式有好有壞啦 什麼意思呢 就是您可以看到就是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就是這個地方啊 他這種方式是針對每一科有沒有都設一個 所以同一個班他可能會有15個Clessroom 那有些學校像我上次去這個入館高中 他們的做法就是跟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樣 就是一個班就只有一個Clessroom 可是呢我所有裡面我作業去分類 那這樣同學他們就只進一個 那如果是這一種的 好處是都分得很開 可是缺點就是訊息會比較亂 哪個老師要交作業哪個老師要有訊息公告 他是不是要點進去看才看得到 好所以這個各有優缺 那麼 Google科村的好處就是他原則上他是Google的服務 所以老師呢包括您的信箱雲端硬碟 這些通通都可以整合在一起 那第二個他最大的優點就是收作業很方便 因為老師的作業不用在個別整理 當他們交上來之後 Google科村已經在雲端硬碟上 都有幫你把相對應的資料料都建立好 所以如果老師以後要做所謂的學習歷程 相對很簡單 因為資料都已經在上面 好當然前提就是要電子檔的 那再來呢你可以指派作業很方便 這是他最大的優點 當然呢他也有所謂的 我們剛剛在講的齁就是要應用程式 所以行動裝置上其實也可以用 還有一個蠻重要的就是他真的沒有廣告了 他沒有廣告所以不會像我們Facebook啊 Line啊是不是都會有廣告 就會比較不是那麼恰當 再來就是最近他有跟Google Meet做結合 就是我們另外一套視訊會議系統 那他跟他結合之後有一個好處就是 他的網址就跟我們剛剛 Seqo Web S一樣是用固定的網址 所以同學都不會搞錯 不會說這次上課是用上次的網址 還是下一次的網址 這個是他的優點 那他有沒有缺點 有我們剛剛有提過 他沒有辦法跨網域 所以現在有些高中高職的課程 會有什麼跨校選修 這個地方就會沒辦法做到 那再來就是他本身教作業很方便 可是他對教材的閱讀紀錄 這一方面來講是比較缺乏的 比如說我不知道同學到底 教材看了沒 只知道他作業有沒有教 所以各有優缺 那剛剛這個我們講過了 第一次就是一定要選對 現在要麻煩老師先當學生好嗎 加入我幫大家準備的這個科學生 來怎麼加進去 您看到剛剛這裡 課程在這裡對不對 您看右上角 如果你剛剛選擇你是學生 就是沒有建立課程 您讓這個加入課程 把這個代碼打進去就好了 代碼在這邊 我把它抓下來 簡報的第二十二頁 簡報二十二頁 不過你如果不看二十一頁 沒關係 我已經把你釘在上面了 旁邊 你怎麼會拿下